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范贤的果则是这所有一切的真相 当初范贤选择揭开这一切真相时 他就注定了要走上这一条没有退路的路 所以此时范贤除了用密码来交易 他似乎再无其他的办法 但此时另外一个更为尖锐的矛盾便凸显了出来 如何对付神庙呢 即便是庆帝也对神庙知之甚少 更别提范贤 而范贤要想彻底摧毁神庙 那就必须对其足够的了解 而要了解神庙打开禁忌之门 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庆帝又阻止了范贤打开禁忌之门 换句话说 庆帝是因为担心神庙 所以才阻止范贤打开禁忌之门 也就是说神庙的力量完全可以摧毁范贤 倘若范贤一意孤行 要打开禁忌之门的话 那么问题来了 庆帝阻止了范贤打开禁忌之门 神庙的人会不知道吗 带着疑惑带着密码 范贤与叶流云一道 再度前往庆帝大营议和 当然这一次议和的主题很明确 庆帝要密码 范贤要皇位 换言之 这是一个交易 但是这个交易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范贤为什么要皇位 庆帝又为什么放弃皇位 而要密码 虽然范贤与庆帝心知肚明 但有些事却必须要做的跟真的一样 用以迷惑神庙 甚至天下百姓 所以这场议和 其实也只是一场戏 来到庆帝大营 东晋将士皆严阵以待 肃杀之机弥漫 显然范贤用太后皇后 威胁庆帝退军一事 彻底激怒了庆国将士 为他们所不耻 十数万将士盯着范贤咬牙切齿 倘若谁在这时候猛的大呼一声 只怕范贤当即要淹没在这兵巢之中 但庆国军法极言 没有将领 谁也不敢擅自行动 所以再恨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范贤 堂而皇之的进入庆帝的大帐之中 昨晚夜黑 范贤并未看清庆帝的脸色 而今来到营帐之中 范贤才看见庆帝憔悴不已 这并非身体内所带来的憔悴 而是一种心理精神上的憔悴 便好似日夜思索一件事 却不得其果 导致心力憔悴而不知 最终形容困顿 范贤皱眉看着他 本想说点什么可是话到嘴边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只得作罢 夜流云目光一扫 当即咳嗽一声 陛下 范贤已至 议和之事 您看是否开始 夜流云去到京都城中 除了将密码交给范贤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那就是保证议和不被中断 即便是沁帝率军攻了城 以和也可以继续 所以夜流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 那就是架在沁帝和范贤之间的一道桥梁 密码呢 沁帝淡淡问道 看样子 他似乎并不太在意范贤 他更在意的乃是密码 那就要看陛下如何将皇位交给我了 范贤也表示只在意皇位 范贤 你可知道 就算正传位于你 你也是名不正 言不顺 庆帝撇了他一言 若无其事的道 陛下的意思是 太子在位 陛下传位于我 恐天下人难以信服 范贤如何不明白沁帝的意思 文生当即问道 太子还在 沁帝却将皇位传给一个私生子 无论沁帝是否真心实意 范贤这个皇位都不可能得到天下百姓的认可 而且这也乱了沁国皇室流传下来的规矩 哪有太子还在 皇帝传位给另外一个皇子的 此非坏了祖制 太子的确还在位 但现在的太子乃是背叛难尽的罪人 只要陛下一道诏书 太子立即被废 到时候成继成皇位 不就名正言顺了 太子早些时候勾结范贤 抓捕大皇子二皇子 甚至待范贤入宫 将太后与皇后所拿 早就犯下滔天大罪 此时太子还能背负太子之名 那是因为禁帝没时间理他 倘若庆帝一到圣旨下去 太子还能继续称之为太子吗 不能 他只能被称之为罪人 所以庆帝在被迫传位于范贤 情理上通顺了 只是天下人能不能幸福范贤 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此一点陛下大可放心 我要如何让天下百姓幸福 那是我的事 陛下只管下一道诏书 将皇位传给我便是 范贤想当皇帝吗 不是 他适合当皇帝吗 不适合 可范贤却知道 如何让天下人 臣服一个皇帝 高历史多年 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那他这个研究生 也算是白考了 拱手将皇位传给你 但朕却只得密码 如此不公平吧 庆帝呼得道 公平 陛下在与我谈论公平 陛下觉得 您有资格与我谈论公平吗 范贤闻声大怒 眉眼见尽是不愤 庆帝最不该谈论的 就是公平 试问在这个时代 在庆帝的眼中 什么样才算是公平 是叶青梅自己选择的死亡 还是陈平平影子 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 亦或者是二皇子屡屡作战 却始终未曾真正倒台 还是太子与长公主 做出不齿之事 庆帝却始终未曾真正废掉太子 还有范贤 范贤 范思哲 甚至是林婉儿林拱 斯里里等人 在庆帝的眼中 在庆帝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中 这些人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吗 什么是公平 一向私心偏袒极重的庆帝 居然与范贤谈论起公平 京都十大奇闻 可谓又多了一件 庆帝闻声一时语色 只冷冷地盯着范贤 却是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若论公平 那也该用公平的方式来谈论 陛下 只要你传位于我 你我之间的恩怨 可以就此泯灭 如此 总行了吧 范贤 强制性让自己冷静下来 开出一个极其诱人的架码 在旁人看来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诱人的架码 因为此时的范贤坐拥北极相助 两大宗师 甚至还有一个比宗师还厉害的五竹叔 另外占据京都控制着南庆皇室 以及整个南庆朝廷 倘若范贤放弃针对庆帝 那对庆帝而言该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 至少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 在旁人看来 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架码 奈何 庆帝却拒绝了 只见庆帝微微摇头 原本冷意十足的脸上 却呼得露出些许诧异 而后缓缓消散 最终只剩下一脸的疲倦 范贤的架码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他范贤与庆帝恩断一绝 从此末路一般天涯海角再不相见 说白了 范贤放弃对庆帝的追究 其实也就是与庆帝划清界限 再无往来 而且再无任何关系 范贤就是范贤 庆帝只是庆帝 亲父子沦为陌生人 别人不曾理解到这一层意思 但庆帝却是知晓 范贤这不是在放过他 而是在放弃他 陛下难道觉得这两个条件不够丰厚 范贤若无其事地看着他问道 你要朕的皇位 朕可以给你 但朕如何肯定你给朕的 就是朕的密码 难得一见的是 庆帝竟主动转移了话题 众人明显可以看见庆帝脸上 若有肆无的尴尬与窘迫 堂堂庆帝竟然也有如此的一日 可谓令众人打开眼界 哈哈哈哈 陛下可真是老谋深算啊 事到如今了 陛下还打着让我去开启 禁忌之门的心思 范贤目光一转 异常伶俐 叶流云 四孤见苦和等人 闻声皆是不解 因为从这一句话开始 他们便听不太懂范贤 与庆帝之间的对话 朕筹谋多年 只为打开那道门 朕可不想刚打开那道门 便命丧皇权 庆帝丝毫没有因为脸皮后 而感到羞耻 反而还有些洋洋得意的意思 既然密码在你手中 只要你帮朕打开那扇门 朕自会一纸诏书 将皇位传给你 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若是太子在此 只怕早就一口答应 可现在他面对的是范贤 范贤显然不会上当 陛下呀陛下 都到这个份上 再耍这些把戏 有何意义呢 难不成陛下当真以为 我会傻到帮助你去开那扇门 若是如此 我何不自己前去 为何要与陛下交易 范贤目光再度一紧 而这时 庆帝的目光却是悄然一松 太平别院 已被阵里三层外三层包围 你若想自己前去 大可试试 若不能成功 大可再回来 与政议和 庆帝表现得极其淡然 一点不害怕范贤 当真去太平别院 打开禁忌之门 可是到这里 四顾见苦和 就越是迷惑了 昨夜庆帝 不是才在太平别院 阻止了范贤 为何 今日又是这般说字 他们两人 到底在说些什么 堂堂两个大宗师 此刻竟像两个无知孩童般摸不着头脑 倒是夜流云 闻声眉头紧皱 像是想到了什么 好 那咱们便拭目以待 范贤话音落下 转身便要走 站住 可就在此时 静帝却猛的一声大喝 四顾见于苦和顿时真气流转 在诺大营长之中持续鼓掌 无端而起风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激发无边战斗 陛下觉得 以你和叶统领两个大宗师 能将我们三人留在此处吗 范贤虽打不过夜流云 但若是要跑 那自是毫无疑问的能跑掉 至于四顾见于苦和 两人同时打宗师 虽打不过庆帝 但若两人头也不回的要跑 庆帝也是丝毫没有办法 所以庆帝若是想要以武力 将三人留下 只怕很难 李云锐在何处 这时庆帝呼的提及了一个 与此时此刻他们谈论的话题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 就好似两人在千军万马之中交战 对方却呼的问你吃了没 那种突如其来的震撼与惊诈 煞时间从范贤三人的脚底升起 而后一瞬之间覆盖全身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现在是讨论李云锐在何处的时候吗 现在再讨论李云锐的下落 还有意义吗 李云锐为什么就这么重要 范贤的脑海之中顿时闪过无数个画面 关于长公主 关于庆帝 关于太子 关于他母亲 叶青梅 那些他曾经经历过的 曾猜想过的 曾一遍又一遍去证实过的画面 如放映机一般 不断在他脑海之中一针针放出来 我到底漏了什么细节 范贤始终都不明白自己到底遗漏什么细节 为什么庆帝会在这时候呼的提起长公主 而庆帝与长公主之间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以至于到这种时候 庆帝都还在不依不饶的寻找他 这个被林若福称之为疯子的女人身上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能量 范贤一时觉得自己的脑容量严重不够用 他一直以为自己掌握着主动 甚至能够操纵着事件的发展 控制着局势的变化 可是当他听到这句话 听到庆帝再度提起长公主 他才发觉自己远远未曾掌握主动 在这一盘巨大无比的棋聚之中 自己竟像一个棋子般 正在不断被人推着前进 而此时他面前便是万丈深渊 只要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 陛下到底想说什么 范贤沉声 一双眸子之中尽是阴语 你可以继续把持着李云锐 但朕告诉你 就算朕把皇位传给你 若无他的相助 你也不可能登上皇位 所以你若想要皇位 那就最好乖乖将李云锐交出来 如若不然 到头来恐怕是一场空啊 庆帝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说话是身心舒畅 满脸都是惬意 可他越是如此 范贤便越是觉得匪夷所思 李云锐竟然干系着南晋皇帝的继承问题 他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这时范贤脑海中呼得闪过一道光亮 犹如天地初开之际 第一道曙光照亮大地 那令万物重生 令世间明亮的霍然 一下子便洞穿了他的心神 只见范贤双眼一亮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道灿烂的笑容 没想到陛下最终还是奇差一招啊 说着 范贤呼得朗声大笑起来 而后在四孤剑与苦河的保护下 离开了影帐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